千山独行 杨紫逸水墨创作展 新锐水墨艺术家杨紫逸 以敏锐的视角 辨证的思维 纯粹的内心 展开他的创作历程 透过水墨 书画 等艺术表现方式 传达内心的感受与想法 我在做的东西 我很简单想要跟大家说 就是我想要做山水 以前从小在学画画的时候 尤其要学书画这一类的东西 路径一定是先从临摹开始 我们可能会从临摹老师的 然后到临摹一些古代 很厉害的 很知名的艺术家的东西 甚至我们也会画一些 像戒指缘画谱等等这些东西 一开始我一个时候年轻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很乏味 只是觉得很有趣 因为我们用很神奇的笔 都很像是老人家的东西 很像是古代的东西 所以有点慢慢引发兴趣 然后同时还要写书法 可是这个过程就变得很奇怪 就是觉得好像我老是在画别人的东西 会想说什么时候我可以去做一些不一样的 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问题里 最后他都跑到一个问题里面去 我会一直去想说我到底在画什么 我为什么要画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我一来我也看不到 其实那些古代的都是在中国那个地方的景象 也不是我现在我生活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我很能跟他连接 他一直都跟我有一个距离 那我经过了很多时间 到了研究所阶段 我花了一些时间去尝试 然后我用力的去想要去感受一些东西 很凑巧的我找到了 我用块面 然后用加上我自己更喜欢的质感 然后我找到了一个用透明的方法 去一层一层的去堆积它 可以说是有点像我自己惯性的手法 但是藉由这个惯性重复操作的过程 我感受到我在画画的当下 还有我觉得我更能够去重新去思考 为什么我以前要这样子学山水 为什么这是我们学习的经过 因为以前前辈啊老师古人 他们都会跟你说 你一定要先零的好 然后画的像 你再去画你的你才会画 才能到那个境界 你才能画出一幅好画 我觉得我是透过这个过程 反推回去 所以我就做到现在 现在慢慢上轨道 我有一些计划 我就持续持续这么做 我会想办法 先让自己进到一个状态 其实就是画搞了这么多年 从大学到研究所 来来回回七八年 这也是我一直在面临的问题 我常常要从大学开始 我就要打工要上班 然后我必须晚上回到工作室 回到回到家 我要马上想办法让我自己可以 可以坐下来 然后去画东西 能够在这个里面 所以一开始其实我就完全做不到 在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我可能会觉得很累 后来我尝试去看很多书 然后我很喜欢跟一些前辈 或是比我年纪大的人 长辈啊 老师 我想要去跟他们探讨这些问题 我觉得那就像是一个哲学的方法 不管是东方也好 或是西方也好 因为像是我回归到本职 我试着要跟自己对话 当我一个人的时候 比如说我下班 然后我在路上 不管我洗车 坐车 然后我看到什么事情也好 那它都会进到我的脑海里 那甚至可能它让我会连接到一些 以前的事情 发生的事情 那我就会去想 就是如果我遇到这个事情 我怎么反应 同样在画画也是 我看着我朋友 或者是一些厉害的艺术家 他们怎么做 然后我慢慢去套过来 换我自己试试看 后来我发展到一个感觉就是 我会先从写书法开始 虽然写书法跟我的画面里好像 就是八杆子打不着 完全没有关联性 可是在书画里面会说 叫做书画童缘 甚至谱星鱼就是清代鱼画家 他也跟江兆胜这样说 你要学好画 你要先把书把字练好 你才开始画 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 我会把它联想成 就是我前面提到文人化的这种思考 他有点像让我静下来的过程 比如说我忙完 我刚坐下来 我拿起笔 然后我磨了墨 我开始要写 我可能一开始 我的情绪还是躁动的 我可能身体还是没有办法调整好的 那在那个里面 就像我在路上回到家那个过程 我这又开始跟自己对话 我会连接到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 明天要干什么 或是我突然又想到什么好的垫子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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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思绪很多的时候 最后最后他会停下来 或是他被整理 不能说停下来 他还是在动 但我就让他过去 但我把他整理了过去了 从这个开始 我就有点像把我自己的状态找回来 然后我启动 他有点像是回归 我会一直联想到 我最初为什么想要学书画 为什么想要画画 我的理想是什么 我可以每一次在打开的时候 我就回到最开始的状态 当然我也会透过笔记 或者是草稿的方式去记录每一个状态 有时候还真的办不到 但是就想办法 而东方精神就是这样 你也不要勉强 所以最后就变中庸的方法 如果不行 我就做点别的 我今天就不画我 那我可能就看书 所以我才觉得那是一个动态 因为我今天可能不是一定要做这么多 或是这么极致 来来回回的 相信更多的时间 可能更多年后 我持续的坚持这样去做之后 我会像那个中间的道路 摆荡会越来越少 那我就在那个上面 这是我很喜欢东方精神的一个部分 他们说虚实啊 好像我画画一样 阴阳在那个里面 那其实智慧或道理 它其实就在这个里面 不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那是我想要追求的 我也透过那个方法让我进去 然后让我开始 当然要配合每天的计划跟进度 慢慢慢慢慢慢做到现在 然后也做出一些东西来 从画面里来说好的话 我的东西 先说我是画山水 画石头啊 其实可能也没有什么树啊 或是什么走兽人物 然后它全部都是一块一块一块去堆积出来的 然后有点透明性 重叠的地方会有一些变化 有深有浅 有点跳动感 为什么我想要做这样的视觉效果 主要我觉得可以大概分两个原因 对我自己而言是 我好像也是在那个 就是跳动的过程里 所以会觉得我看到 比如说世界发生的一些现状 但是我们都可以理解 你看到的表象 其实它不一定是真实的 也就是我们以前 就是可能比较懵懂无知的时候 会觉得我看到的就是事实 它显现出来就是真的状态 但是慢慢可能久了 或是有一些体会 其实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就是 所谓真实或是本质 其实并不能够透过眼睛所见 或者是表象而形成 有点像佛家的一些说法 其实就是那个本贞其实 或者是说反过来说 我们看到的世界 它其实可能是因为我们反映出来的东西 或者是因为各种各种原因 然后反映出来的 我们可能看到的是虚假的 那我一直很想要去 你可以说了解 或者是我能不能真的找到答案 到底什么是真实 那所以我想要透过这个画面 因为当我用块面反复去堆叠的时候 重复的地方它会有点模糊 那模糊是一个 然后每个东西它没有 特别说有个是主角这么大 有些是配角就这么小 或者是有一些很深 我没有去凸显一个视觉的焦点 这就跟我前面说的我们人生一样 我其实根本就看不到 所谓的主要的是什么 或者是说我根本看不到真实 都是在一个模糊的状态 就是我们往往就是 当我处在一个事件里面的时候 我反而看不清楚事实 我必须要拉出来 我才能看清楚里面 那当我画那些模糊不清 失焦的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它就像是我们人 不是只是我的人生而已 而是这个世界的人都一样 我们在这个国家里面 那这个国家有这个国家的问题 甚至这个家庭 就是我这个一个公司一个团体 那你当你放大的时候 全世界其实我们都一样是在这个 面对这个问题 然后我觉得那是一种混沌 或是混乱的状态 那我想要用这种刻意模糊的方法 让会画画的人会去想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画 因为这违背了我们基本的常理 就是你要有完整的结构啊 你要有主刺啊 你要有主刻的这种分别 这是一个 那对可能不是学画画的人来说 我想要让他去怀疑说 我到底在画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画 那透过我还是让他保留一点 可以大概猜得出来 这是山水的感受 或者是说当一个观者 他知道我是画山水的时候 他可以去想就是 其实是不是跟我从前认识的 不管在课本上啊 还是我去博物馆 那跟我看到的不一样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那我想要由这个途径 去引发他们去思考 我想要问的那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现在的人 因为工作忙碌 或者因为家庭 很多问题 我们不再去探求真理 我觉得这很可惜 因为今天我们可以成为人 我们有那些学士 我们有这个机会去探全这个东西 那我想要用画面来去处理它 那其实可以跟连结到一个问题 就是一开始说 为什么要用山水当主题 这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从古人大约到五代或宋代的时候 山水这个位置被提到最高 所有的画家或是说在宫廷的啊 在民间的艺术家 他们都会去画这个题材 这个题材被拉到很高 这可能是跟道家跟玄学或是跟佛家有关那些思考影响 可是更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可以透过山水去传达这些概念呢 为什么那些道家人不选人物化 为什么他不选动物化 人物化什么等等 为什么偏偏是选这个 这可能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跟山水其实就是自然 自然其实就是宇宙万物 所以我可以约略的说道家的核心思想 这个世界有一个运行的道理 自然其实就是中中实实的呈现了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才透过山水 那回过来讲就是说今天我也要这样做 我也想要有点像是类比以前的人他们这么做的那个状态啊 或是那个心理层面等等 我透过了解他们的哲思他们的画法 但是我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人 我想要用我自己的手法 透过这个途径我去引发大家重新思考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让他们去想这个问题 甚至到往后想要有一种批判性就是 为什么你不去想 还要我来提醒你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我才可以做到更当代艺术的阶段 甚至不同的媒材啊 或者是不同的创作方法 那可能更能够跟每一个人做连接 毕竟我还是属于有点传统的 在纸上啊平面绘画的创作方法 还是有它的局限性 所以或许可以这么说吧 那当然我就还要通过很多问题了 那我会继续朝这个核心 有一些不同的问题 然后一些不同主轴 透过问题去引发到主轴的认识 认识主轴之后再引发问题 再回去 其实又是来回 那又是动态 其实就是辨证 西方叫辨证嘛 东方其实是在讲 性解行证 你要先知道了 然后去想办法解决 你去做了之后 去证明是不是这样 证明之后 问题来了 你再回去 再去信 再行 再解 再证 我觉得就是 是一样的东西 我一直在想 就是 我在画这些东西说 你在干嘛 那 我发现有一些厉害的创作者 他们可能是 去创造一个世界 他们自己的 角色啊 很特殊的怪兽啊 等等 那些东西 那我自己的话 其实 可能更多是 其实很奇怪 我以前有点 可能有点古板 或者太传统了 一直提到 那个文人化这个东西 大概有点像 跟我学习的阶段有关系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东西一直很吸引我 我一直觉得 那个是一个最高的理想 可能是因为我的老师 他给我的影响啦 然后 我发现他的 生活的模式 然后 看了一些 历史的古书嘛 我们去了解了 那个前人他们 什么清代啊 明代 宋代元代 他们是怎么 去体会这生活的 我就 有点想要把那个理想 再拿出来 我也想要让大家去 你试试看也好 或者是 去感受 这种生活 去活活看 可能很简朴 但是 很富有内涵的 你可能每天 都可以感受到 比如说那个风过来啦 然后 一点点的声音是什么 从那边的声音 可能文人没有那么理想 可是 我觉得那很舒服 就是 他可以让我很平静 不是 有些人说平静就是 这样子 可是 其实不是 我觉得平静是 它会有点波动 可能今天有一个事情 比如说 我早上起来 不然我还想赖床的时候 但我 因为夏天到了 春天到了 我早上现在就会听到 就有那个白头 会跑到我家阳台来 我可能被他们吵醒 然后可能 阳光进来 然后 街上的行人啊 因为这边 社区比较旧 大家 骑得早 有传统市场 然后 小朋友 汽车 摩托车的声音 那些东西 把我唤醒 可以去发掘 这些好像 微不足道 或是很琐碎的东西 其实 我觉得它可以很深刻 而且 我觉得可以说是属于 我们台湾这个 我们这个地方 独有的 生活感受 那它就是我的生命的 一个环节 所以 进一步想说就是 虽然以前的 文人有一个情况 是 比如说元朝的时候 他们是 因为统治者是义族 然后 汉族他们是 被归到南方 那他们是被打压的 他们是被瞧不起的 所以他们透过绘画 来抒发自己的心灵 在用这个绘画 这个世界去 好像可以去类比 或者是 徜徉这个宇宙 这个无限的世界 可是 透过生活里的每一个小东西 我觉得 仿佛我可以 有那个连结 而且 就是透过那些感受 声音啊 味道 然后 触觉的任何也好 那 我会感觉我活在当下 那 我可以在 有时候节奏快一点 有时候缓缓的 在那样的步调里面 那 我可以感受这个世界 当我对这个世界有感受的时候 然后 我更相信了 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打开了 我们才更能够 有体会 然后我才能更 把一些事情做好 不管是创作也好 或是所有的工作也好 或是所有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智慧 这是很厉害的东西 而且当我有感受的时候 其实我们才更能够知道 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嘛 我们才更能够解决问题 或是说 对这个生活有 有所体会 不然活着干嘛 每天起来累死了 然后要上班 然后还有很多事情做不完 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去感受它 它好像是虚假的 可是其实 我觉得是一线之隔 你可以 转换一个心态 就像就跟文人一样 他们 通过画 让他们可以 有点像 龟影在那个里面 但那不是逃避 因为我觉得 我相信 当你可以 实实在在的 把它抒发出来的时候 不管是用说的 文字 唱歌 音乐 绘画 任何方式 影像也可以 当你把它抒发出来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是真的 理解了这个道理 你也真的做得到 你才能够把它诠释出来 我是这样子要求我自己的 我希望我每天都有这样的体会 我对任何人都可以这样子 我对我的 不管是书法也好 还是绘画 我都有这个东西 有我的方式是透过绘画去 希望大家 我们不一定要走那么 Hardcore的方式 要去批判什么 如果我们不走那个批判的话 我也可以做 轻柔 唯美的画面 那我们就是 如果你觉得喜欢 你觉得好看 那就好看 我希望有好看的画面 也让大家可以 有一些生活上的感受 其实在台湾很幸福嘛 我们山水离我们不远啊 就在旁边 走几步路 或是开个车 我们就到了 我们就可以进去里面 所以好像这个都市里也有山水 在我的心里也有山水 我想我就是要创造这个世界 我想要让看的人 试试看 希望他们 也能够去做一点联想 我的方法是这样 人家说知行合一嘛 那种感觉 我不是只是讲的好听而已 我也希望我做到 每一天每一天都这么做 那我的体会会更深 可能我的理解会更大 那我的世界就更广 那我觉得那是心灵的问题 但我想要用这个方法 有点文人的那些道理 把那些迂腐的砍掉 然后就是生活 就是这个当下 就是现在 那我们在这个里面 然后我们每天这样子 我可以有那些好的东西 可以看一些 发现美好的事物 的这个世界吧 那一样的 因为山水自然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那所以我才这样做 我想要塑造这样的 感受给大家 然后也期许自己 有所体会 然后希望大家也有体会 杜小月近年以看见台湾 看见杜小月为策展主筹 邀请青年艺术家 至杜小月海内外展出 期盼透过美食 与艺文的美好连结 让更多青年艺术家 借此平台被世界看见 前山独行 杨紫义水墨创作展 邀请您自即日起至9月15日 前往杜小月永康殿 一起走入杨紫义笔墨下的山水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紫义笔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紫义笔墨